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解答粉丝的一些问题 这有一个问题 说这个男70岁腰椎前些年有些疼 前些年有些疼 现在不疼了 只有屁股大约外上方有一个点疼 也就是屁股的外上方就那一个点疼 近期呢这个点呢又连着这个大腿小腿后侧疼 然后脚还有些麻木 走10到20分钟路就会这样 歇一会儿就会好 然后呢用过腰椎肩盘突出针方 和坐骨神经痛的针方处理 扎完当时就清了 问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 你看他这个啊 首先腰椎引起的从屁股连着大腿小腿 一直到脚 这种放射性的疼痛麻木 而且呢就是走路走多了 然后就会疼 你看这个就属于典型的气虚型的坐骨神经痛 所以他这个呃 因为这个患者呢又是70岁了 所以岁数比较大 一般这个岁数比较大的人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你扎完针之后他容易反复 当时扎完他自己感觉很好 你看他自己也说的 他说这个当时扎完感觉就特别好 然后呢回头呢可能过两天 又觉得还是有点疼 那岁数大的人因为气血亏气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呢两个处理方法 一个呢你就是多扎几次按疗程扎 然后第二呢最好是呃我的处理方法 一般都是一天针一天揪 因为用揪可以给他这个温阳固本 可以大补气血 然后补上气血之后你再去扎针 效果才能呃这个标本监制 所以呢像他说的这种情况 属于典型的这个气虚型的这个坐骨神经痛 那我们啊针对这个呢 你就可以继续扎针 然后扎哪呢 扎领骨大白 然后配上我们呢做鼻翼 领骨大白这两个血位温阳补气啊 专门针对呃这个做呃做气虚型的坐骨神经痛 他俩就是一组特效血啊 效果扎上是立竿见影的 而且呢无论是上阳经还是太阳经走向呢 他都有效 那左鼻翼其实就是鼻翼血 然后我单取左侧 那扎左侧的鼻翼血呢 它是针对所有的气虚气欲气质类疾病所导致的疼痛啊 可以立竿见影 所以呢针对像他说的这种情况 我们就是用领骨大白配左鼻翼 那最好的因为本身就70岁了嘛 最好的我是建议你可以再给他做一些爱揪 那揪的时候 例如说我们可以揪一揪这个中腕呀神缺呀官员呐啊 足三里呀三阴交啊你去给他揪一揪这些补气血的穴位 然后呢一天针一天就效果会更好 好今天呢这个答疑呢问题呢我们就解答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真就请大家继续关注我 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近期呢我将进行这个懂事齐血的公益直播课 如果想要进直播间学习的同学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然后进入头条主页 然后私信给我 我会安排我的助理把大家拉到直播间 亦 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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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